当我们刚刚讨论了分子量的定义之后呢 在实物上呢 其实我们有四种可以来求分子量的方法 那我们一个一个来讨论一下 第一个呢 是最简单的 就是说 我们只要搞清楚这个分子当中 含有的原子是什么 也就是它的分子是什么 那这样子的话呢 我们搞清楚它的分子式之后 我们就把里面组成原子的原子量总和呢 加在一起就可以了 举个例子来说 比如说硫酸 如果呢 你对它的这个分子式有印象的的话呢 它是H2 SO4 那因为我们分别知道呢 如果你去查氢的这个原子量呢 是1 我们现在就把这个小数的部分呢 不要写得太细 那H呢 是1 然后呢 硫呢 是这个 32 然后呢 氧呢 是16 所以呢 这样子它的这个原子量总和就是多少呢 就是你有两个氢 所以2乘于1 再加上你有一个硫 1乘于32 再加上你有四个氧 所以是4 乘于16 就变成2加32 加上64 所以算出来呢 硫酸的这个分子量呢 就是98 又或者是说呢 如果呢 今天你想要算的东西是二氧化氮 我们举个例子 比如说是二氧化氮 二氧化氮 不是二氧化碳哦 好 二氧化氮的话呢 它的分子是 是NO2 OK 那我们已经知道氧是16 那氮呢 你去查一下的话 氮是14 所以呢 我们算出来呢 会是一个氮 再加上两个氧 所以呢 会是14 再加上32 所以算出来呢 会是46 OK 这就就是最简单的方式 就是当你搞清楚 分子氏是什么 然后呢 你又知道每一个分子里面的 各个原子的原子量 是多少的时候 你就把它加起来就好了 那第二种呢 则是呢 特别适合拿来算气体的 那我们根据呢 雅佛家觉学说呢 知道一件事情 在同温同压下 同体积呢 的不同气体的莫尔数是相同的 那我们就可以做一件事情 就是我们在某个温度下的时候 如果我们可以测出那个气体 它的密度 就是说每公升有多少克 然后我们又知道呢 在那个温度压力下呢 而一莫尔的气体呢 会占多少的体积 因为这个时候 所占的体积会是固定的 那我们呢 把两者相乘 我们乘出来的单位呢 就会很有趣 就是有没有发现 这个L跟这个L 公升跟公升会消掉 剩下就是每莫尔有几克的气体 那虽然我们知道分子量呢 它没有直接的单位 可是在实际上使用的时候呢 我们可以说 每莫尔有几克呢 也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分子量的实用单位 OK 所以呢 举个例子来说 在STP下的气体密度呢 你假如球出来的话 去乘以22.4 就可以是它的分子量了 那你说过去上 什么叫做STP下的气体密度呢 其实STP代表是在某种温度压力下 因为S就是standard的意思 是标准 而T呢 就是我们的温度 Temperature 而P呢 就是Pressure 所以呢 STP呢 就是在Standard 标准的温度跟压力下 那所谓的标准的温度跟压力 是什么温度 什么压力呢 就是零度C 一大七啊 这个是我们所指的 这个标准温度压力下 好 如果你在 你把一个气体呢 这里是零度C 不是十度C 我们所以夸号要写清楚 零度C一大七啊下 OK 那在这个时候呢 如果我们去求出 这个气体的密度 然后呢 在零度C一大七啊下 恰巧 美莫尔的气体 不管是什么样的分子的气体哦 它呢 都会占22.4公升的体积 OK 所以你把密度去乘以这个莫尔体积之后 就会得到每莫尔有几克的那一种气体分子 那所以呢 算出来的其实就是那一种气体的分子量 OK 那NTP的N是什么呢 就是normal 就是正常的温度压力下 那这个NTP是多少呢 也是 不是零度C哦 是25度C 也就是常温 25度C 一大七啊下 的气体体积的密度 那我们知道 要在同样的压力下 随着温度的上升 其实气体的体积是会膨胀的 OK 因为它的分子的动能变得比较大 所以美莫尔的这个气体呢 在25度C一大七啊下的时候呢 会变成24.5升 所以在那个时候呢 你就要把气体的密度呢 去乘以24.5 OK 所以我们就要看是在哪个状况 那我们举个实际的例子 让大家比较有感觉一点 比如说呢 在零度C 一大气压下的时候呢 氧气呢 如果你把它装在一个罐子里面的话 你可以算出氧气的密度呢 是1.43克 每公升 也就是在STP的状况下 每公升呢 可以有1.43克的氧气 OK 所以这时候氧气的这个分子量 我们要怎么算呢 氧气的分子量 你就可以这样算 就可以是等于1.43 去乘以 因为这是在STP下的状况 所以要乘以22.4 算出来的结果呢 几乎呢 恰恰好就是趋近于我们的32 也就是 每莫尔的氧气呢 是32克 或者是直接说氧的分子量呢 氧气的分子量呢 是32 记得 这种算法呢 只能用在什么 只能用在气体哦 OK 所以呢 这是第二种呢 算法 而第三种呢 其实呢 也是呢 运用在气体上面的 是亚佛加绝学说的应用 我们刚刚说过亚佛加绝学说的意思是说 在同温同压下 同体积的不同气体 它的莫尔数是相同的 所以呢 如果呢 今天呢 我把两种不同的气体 我们随便举个例子好了 比如说我知道的气体呢 是氧气 就我已经知道呢 氧呢 我们从刚刚算出来 它的分子量是32 但是呢 我不知道氮气的分子量是多少 那我今天抓同样气体的 同样体积的氧气跟氮气来好了 比如说呢 我抓了同样体积的氧气跟氮气来之后呢 诶 我发现 我的氧气呢 是64克 OK 那我知道呢 我氧的分子量是32 所以在这样的状况下呢 我就知道说 这个氧气 总共有几mol 是两mol 那因为我今天呢 装的是同样体积的气体 我也装了 同样体积的氮气 那我知道呢 我刚刚好这个 同样体积的氮气呢 是56克 可是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氮气的分子量是多少 那但是呢 因为我知道装在同样体积下 的这个气体呢 它的mol数是相同的 所以它们都要等于两mol 所以最后呢 我会算出来什么 这个问号不是就应该要等于28吗 那我就知道说 哦 原来这个氮气呢 它的分子量呢 是28 OK 那这个呢 当然啦 氮气呢 其实你并不需要用这样的方式来做计算 为什么 因为我们知道氮气怎么样 我们知道氮气呢 就是两个氮 一个氮的原子量是14 所以呢 你也可以用2乘14 就直接算出来了 但是举这个例子的意思是说 如果你有一个未知的气体 你确定它是存物质的的话 那么你要求这个存物质 它的分子量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把它的重量 就是这个未知气体的重量 因为你知道它的重量嘛 对不对 然后去除以这个未知气体的分子量 m是分子量 OK 那它会等于呢 一个已知气体的质量 这个总质量呢 去除以那个已知气体的分子量 记得条件是什么 你要让这两种气体 不管是未知还是已知的气体 处于同体积的状况下 只要它们同体积 就代表在这个时候呢 它们的莫尔数是相同的 所以呢 你把它的质量 去除以它的分子量 那算出来的东西就是莫尔数 OK 好 所以这样子的情况下 你就可以去求出未知气体的莫尔数 未知气体的m 就是它的莫尔数 好 那第四个呢 是我们可以利用呢 元素的重量百分比组成 这也是特别适用在 你知道它里面含有某一种原子 但是你不知道整个分子的分子室是多少 比如说如果今天我们要来求二氧化碳的这个分子量 我们当然知道我们可以用什么 12再加上2乘上32等于44 这就是所谓第一种第一种做法 可是如果我今天不知道二氧化碳呢 长的是CO2这个样子 我只知道说呢 在二氧化碳里面呢 碳所占的比率呢 是27% 那这时候我要怎么求这个分子的分子量呢 很简单 就是呢 因为它整个碳的分子量是 原子量是12 然后呢 它跟整个分子的分子量 我们假设是M好了 OK 一个碳原子跟整个分子的质量去做比较 就应该要是27% 去比上百分之百 不是吗 OK 所以呢 在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呢就可以算出M呢 你去乘一下 1200呢 等于27M 所以呢 1200除以27呢 差不多呢 是44.44444 所以约略呢 是44 这样的状况下 我们就可以算出 哦 二氧化碳呢 它的分子量呢 是44 OK 所以呢 如果就算你不知道 这个分子的分子氏的时候 你没有办法直接 像是用第一个方法直接列出来 不过没有关系 因为呢 你可以直接 用这种 分子 原子 你知道其中一个原子的原子量 然后呢 去除以 它的整个分子的分子量 这是未知的 然后呢 就会等于 这个原子所占的比重 去除以 整个东西的比重 也就是百分之百 OK 那这样子 这四个方法 其中第二个 跟第三个方法呢 是用来求气体的分子量 比较实用的 OK 那第一跟第四种方法 则就不限了 那这个四个方法 请大家一定要记得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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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